陳世忠我吟聲太多了 你看看喔 為什麼詹長犬還有陳秀熙抬到公會手 他們要去擴大做篩檢 跟彰化衛生手擴大篩檢 如果我這個是當行政所長 我會非常高興啊 有學術當中的幫助我們來做防疫 這是一個好事 結果我們這個陳世忠 有點怕他們坐下來 載疫的人數會變增加 所以就下令說 你這個違反醫師倫理 要把他拿去查辦 我對陳世忠印象大壞就是這個事件 人家是恨不得說 學術界大家共同來參議 結果他幹了這件事情 我覺得基本上是陳世忠他的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在整個防疫政策裡面看到 因為天天上電視變得非常傲慢 像前幾天那個亞醫師 有一些亞醫師的這些學生去跟他請願 他在競選總部成立亞醫師的競選後援會 然後讓外面在那邊 這個師生在那邊請願的人 不接見他們 所以你都要不做啟動 你就顯得那麼傲慢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基本精神 尊重選民 服務選民這種基本精神都錯了 包容性那麼小 經驗就不大 我的經驗比他們比較 經驗當然都太多了 那不比一個經驗 我們在當立委 當了三屆 當了館長 這兩天高檔 走過的減水 走過的路比他太多 走過的橋 比他走過的路多了 走過的路比起 趁高檜 走過的路 aux